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经度在哥林多前书一章 26到31节 保罗继续接着昨天的思路 在讲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保罗在这里要举例 他说弟兄们 可见你们蒙召的 就是你们成为基督徒 按着肉体有智慧 这里特别讲的是教育的程度 有教育程度 就是说更多教会里面 有教育程度相对高的是少数 有能力的不多 这些的能力特别指的是 他们的成就 在社会地位上的成就不多 有尊贵的也不多 是指他们的出身 他们的背景 所以更多教会初期的信徒 大部分是相对没有教育背景的 在社会上相对没有成就的 也没有显赫家世的这些人 意思是什么呢 保罗意思是说 如果上帝照着这个希腊文化 你们想象的那样是一个 很荣耀成功的这样的角色 你觉得他会拣选你们吗 他会拯救你们吗 你们根本配不起啊 保罗是在做这个局 他说你看看你自己嘛 今天你们可以蒙召 你们的出身 你们的背景 你们的教会程度 可是呢 神却拣选了世上余着的 叫有智慧的羞愧 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 叫那强壮的羞愧 神也拣选了世上悲贱的 被人厌恶的 以及那无有的 为要废弃那有的 使一切有血气的 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 大家都听过我自己的见证 对不对 我当时候觉得我就是多余的呀 那么在高中的时候 结交了一群比较爱玩的朋友 那翘克就在外面 蹲在那里浪费时间 很血气的跟着一群人 在那里闹事 在那里仗着声势 在那里很血气的去 恐吓别人 欺负别人等等 会感觉自己就是 这里所说的 这个卑贱的 无有的 就是在世上毫无盼望的 可怜虫 真的没有盼望吗 你想这样的一个孩子 对人生没有盼望 整天想着是不是应该自杀 然后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就是有血气 对人对这个世界只有愤怒 可是 因着信仰 人生有一个极大的翻转 神却拣选了世上 愚拙的 教有智慧的羞愧 我们在这么大的痛苦里面 降服下来 很多人会说 信仰是软弱人的拐杖 某种意义上 他好像也说中了 因为当我们在走投无路 很软弱的时候 我们才谦卑下来 终于服下来 这个十字架的道理 我们有一只 无且一世的心 就勇敢的跨过去 事实上是 神的爱就 闯进了我们的生命里边 我们就得着这恩典了 我们本来是 毫无盼望的可怜虫 软弱的 悲劲的 但是我们竟然得着这一切的丰盛和恩典 而我们回头看 我们身边一些 当时候过得不错 然后却自以为聪明的 他们拒绝了这个福音 他们拒绝了这个福音 那时候 因为这个 我刚才讲我高中的这个背景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有一天突然不理我 我就一直问你 我怎么了 我做了什么事你不理我 他就恶狠狠的瞪着我 他说金龙因为你成绩太差了 跟你做朋友会拖累我 你会问我问题 会耽误我念书的时间 我好大的打击 怎么了 我连做朋友都拖累你了 这些自以为有聪明的 我后来跟他传福音 他不愿接受 因为他是明星学校的孩子 神却拣选了余佐的 叫有智慧的羞愧 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 叫那强壮的羞愧 神也拣选了世上 卑贱的被人厌恶的 以及那无有的 唯要废弃那有的 这真的是上帝的 上帝的智慧 上帝的做法令人难以想象 当人愿意谦卑降服下来之后 我们就得着 而我们的生命就有个极大的反转 而那些自以为聪明的 他们就一再的错失 那个恩典 其实我们过去就是那自以为聪明的 神怜悯我们 重点是29节说 使一切有血气的 在神面前 一个也不能直夸的 你真以为自己聪明吗 所以保罗说 智慧人在哪里 文事在哪里 这世上的辩识在哪里 十字架的道理 撕开了 揭露了 人自以为的智慧的一切的伪装 其实人很傻 人自己都说不通的 那些听起来高深莫测 听起来很华丽的一番的言论 这些道 这个哲学 这些思想 不堪一己 在十字架的道理面前 但你们在耶稣基督里 是本乎神 这是上帝的工作 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 公义 圣洁 救赎 我过去是毫无盼望的可怜虫 因着上帝的工作 本乎神 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 我变成要传讲圣经 告诉人上帝智慧 弟兄姐妹在各样生活上 婚姻上 亲子关系上 他们要来通过 我们来明白上帝的心意 他成为我们的智慧 成为我们的公义 上帝的意袍在我们身上 成为我们的圣洁 成为我们的救赎 我们的生命变成 一个180度的反转 如经上所记 夸口的当值着主 夸口 这个是引用了 耶利米苏9章23-24节 耶和华如此说 智慧人 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 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 财主不要因他的财务夸口 夸口的 却因他有聪明 认识我是耶和华 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 施行慈爱 公平和公义 以此夸口 这是耶和华说的 保罗没有足智的引用 他把这个重点的意思写出来 夸口的当值着主 夸口 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段 我想我自己在读的时候 是非常的感动 这个世界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 夸口什么 对不对 夸口一切的丰盛跟物质 夸口是指引以为傲的意思 当然拥有物质 拥有成就 拥有头衔 学位等等 是引以为傲的 但是保罗说 如果要夸口 要引以为傲 就当值着主夸口 我们夸口什么呢 我们更以什么为荣呢 有一次我被邀请到一个部队里面 去讲道 我走进去的时候 因为带我进去的是一个他们的长官 我走在他的后面 大家看到他鞠躬一阵 马上服侍他 因为我是被邀请的来宾 所以大家对我也非常的善待 又有一次被邀请 被一个警官邀请到 对一些警察讲讲话 我也是受到极大的尊荣 一下车马上就有人接应 然后我知道那个感觉真的很好 所以我可以想象 确实这个世界在夸口 人的尊崇 夸口物质的丰富 因为你拥有权力 有成就 有这些物质 你会得着人的称献 人的这个殷勤 人的高举高捧 我想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但是保罗却挑战我们 提醒我们 如果真要夸口 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这里的夸口就是指 引以为荣 引以为傲的意思 指着主夸口 就是指着主所做 所成就的事 当然也指着 我们能够成为神的仆人 以成为神的仆人为荣 也以能够效法神的样式为荣 我有一次很特别的经历 很深刻的感受到 能够成为神的仆人 是何等尊荣的一件事 那时候大半夜赶到医院 那么我到医院的时候 家属在这个弟兄身边哭泣 他只有太太是基督徒 其他的家人都还不是 我走进去 大家就暂时停止了 哭泣 回头望着我 那么我是一个传道人的身份 走在他们当中 在那个时候 他们充满了悲伤 充满了甚至对非基督徒的家人来说 充满了绝望 我进到他们当中 我念几段经文 传讲上帝的应许 我告诉大家 这个弟兄他是睡了 他会再复活 告诉他们 我们有盼望 在主离死了的人 在将来是有多么的荣耀 多么的有盼望 我唱几首诗歌 我带着他们祷告 求主安慰他们的心 我也邀请家人 在这个弟兄耳边 在对他道谢道爱道别 因为在人断气后 在15分钟内 在医学上 是认为人还可以听得到一些的 那么我带着大家 完成了这些程序 那个过程 我看见 大家的心里开始有盼望 开始有力量 他们开始意识到 这不是绝望的事 开始知道 我们所亲爱的家人 是到主那里去 在那一刻 我觉得能够成为神的仆人 是何等何等的荣耀 何等的有意义 何等的神圣 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 但是我却可以把上帝的应许 上帝得胜死亡的那个盼望 来安慰人 出席在人的伤痛里面 在人的眼泪当中 陪伴他们 让我以成为神的仆人为荣 各位弟兄姐妹 我要表达的是 这个世界上 夸口什么呢 这个世界 引以为荣 引以为傲的 其实不应该是我们人生的目标 因为我们以什么夸口 就是以什么为我们的追求 明白我的意思吗 保罗提醒我们夸口的 当指着主夸口 求主帮助我们 借着思想上帝 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 更深明白十字架的道理 也更深的以成为神的儿女 成为主的仆人为荣 常常指着主夸口 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再一次思想我们的生命 过往我们是毫无盼望的可怜宠 但是你却拣选了我们 拣选了这些 我们这些世上卑贱的 被人厌恶的 无有的 主谢谢你 我们真是不配 我们真是不配 主谢谢你 在十字架上的工作 被人厌弃 被人羞辱 以至于今天 我们可以得着 你所赐的智慧 公益圣洁和救赎 主我们生命经历 这么大的翻转 求你也帮助我们 我们的一生 更多的是 以成为神的儿女来夸口 更多的是指着你来夸口 更多的是 成为神的仆人 来引以为傲 引以为荣 谢谢主 求你继续借着 每一天的经文 对我们说话 激励我们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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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